有外籍游客日前就抱怨 在台南仁德区的一处公车站牌旁边 查手机看许客表 不过突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上 导致他膝盖受伤 鲜血直流 事后还赶快的送到医院来风筝 原本预计的爬山行程 也只能无奈取消 让他非常生气 怒批台湾是行人地狱 台南更是地狱首都 监视器拍下 一名外国人站在路边等公车 突然间被行径的骑士撞到当场 摔倒在地 他就是撞倒我的时候 他叫就是一阵快落 就有点踩掉的样子 这名外国人事后在脸书社团po文 贴出好几张受伤照片 膝盖鲜血直流 紧急送一缝针 并在文中提到 在台南公车站牌 看手机查时刻表 却遭电动自行车撞上 原本预计要爬大巴尖山的行程 只能取消 无奈痛批台湾是行人地狱 台南更是行人地狱首都 我非常爱台湾 定期是一辈子就是要留在台湾 那我就是希望台湾可以比较安全的 当时外国人 美国籍今年43岁 来台湾11年 呼吁相关单位证实问题 消息曝光网友直呼 简直丢脸丢到国际去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15号早上7点多 台南人的驱大同路上 回到现场 不少机车都会向右骑到路肩 实在危险 应该现在有好一点的啊 办法先停大家的 家都有在让了 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啊 疑似因为上班时段 车多拥挤 视线受到阻碍 且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警方持续加强宣道 避免行人地狱 造成民众恐惧 再度遭到外界频频抨击 借环不起 坦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